舒服街上回,我是西岩 相信大家已经搭建好了属于自己的RAC版第二大脑 但搭建只是第一步,能用才是王道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如何在DeFi中优化RAC精度 包括知识库的设置技巧及其背后的AI原理 特别是从刚开始DeFi提示我们要设置的RERAC模型 可能比你想象中还要强大 为什么检索阶段采用了两段式结构 混合检索加RERAC 在视频中都会音译给出答案 准备好了吗?Let's go! 我是西岩,在东京工作生活的数据科学家 在这里会用最极简的语言,最直观的例子 分享数据科学,机器学习AI等知识 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记得点赞关注,不迷路哦 我们从最开始创建知识库开始 我们来到DeFi的页面,这里点击创建知识库 然后上传文件,随便上传一个 点击下一步 我们先看分段设置这里 上一次,我们用了默认的自动分段与清洗 不过这里还有一个自定义的选项 通过自定义,段落拆分也能提高精度 来看看具体设置 首先是分段标识符 当段落超过最大长度时,DeFi就会按这个符号来分段 这个不是太重要,我们讲下一个分段的最大长度 也就是Trunk Size Token的上限 最佳长度要是情况而定,但可以参考一些测试结果 例如有篇关于Azure AI-Search的测试 这里测试了Token长度512,1024,4096和8191 这四种情况的召回结果 其中,Token长度为512时的表现最好 召回率为42.4% 可能有人会问,这个召回率是怎么计算的呢? 这篇文章下面也写得很清楚 我就简单来解释一下 假设我们检索到了前50个文档中 有10个被打分提示词认为是高质量的 并且我们已经知道 针对这个查询应该有20个优质文档 那么我们计算的比率就是10除以20等于0.5 这个0.5结果说明 检索出的前50文档中 包含了高质量文档的50% 通过这里的recall 我们可以发现 1024、4096和8191之间的召回率的差别 也并不是那么大 我们回到DeFi 我们下一个分段重叠程度 这个设置允许段落间重叠 避免因分段而揪失于一 同样,在刚才的文章中 我们看到这个结果 测试结果中,Token长度512 并允许25%重叠时 召回率最高为43.9% 那么最合适的Token长度 是不是被我们发现了呢? 答案其实有一个隐藏的前提 还有一个语言的问题在这里 英文的话可以按这个测试结果来 但如果是中文的话 表达同样的意思 Token数还是不一样的 所以简单提一下语言和模型的影响 中文表达相同的意思 所需Token通常比英文多 约为1.7倍 并且模型之间 如GPD3.5和GPD4 对Token的识别也存在差异 为根据模型选择 相应调整分段长度 所以英语的512Token来调整 中文的话乘上一个调节系数 范围在1到1.7之内 具体可以参照这两个网站 后面我会在视频简介中 放入这两个网站的链接 接下来文本预处理规则 这时对分段后的文本进行进一步处理 去除无用符号 下面这个应该是处于信息安全或隐私保护的一个设置 这个设计也比较贴心 最后我们可以通过这里的确认并预览按钮 可以点击在右侧快速预览 检查段落是否符合预期 语音是否完整 这里提一点 Defi是一个LowCode工具 灵活性有限 如果需要更复杂的分段策略 可以考虑其他大模型的开发框架 比如LongChain里的Markdown Header TextSplitter 能跟去Markdown格式分段 用Markdown书写习惯的朋友 配合这个策略 能让Rag更好地读懂你的笔记 如果只有PDF 也别担心 可以用工具转化成Markdown 这里就是能够对文本项量化 潜入模型的选择 关于将文本转化成项量 这种AI魔法的黑箱解密 有兴趣可以参考我的另一个视频 项量检索的原理也会讲到 如果对精度要求较高 且预算充足 可以选择OpenEye的SendLarge 这种收费的InBinding模型 如果预算有限的话 也可以使用这里 Defi提供的免费模型 倒序索引 其实Defi也支持其他开源的模型 有时间我会找一些 合适好用的模型做一些内容 若有需求 记得留言告诉我 接着我们来到检索设置 项量检索是Ragp里面的标配 它擅长语义理解 可以根据查询的含义 返回相关信息 即使文档中 没有出现确切的词语 它更智能 但有时无法找到非常精确的词语匹配 如果你不记得具体产品型号 只知道自己想找一款最新的iPhone旗舰机 下段检索会根据最新和旗舰这些含义 返回iPhone 16 Pro iPhone 16 Pro Max等的信息 尽管你没有准确输入这些关键词 关键词检索 在这种模糊搜索下就不够智能了 可能会给你一堆不相关的iPhone型号 除了这些 还有跨语言理解 多模态理解 支持文本 图像 音频等 想了解项量检索的底层原理的 可以翻看我的另一个视频 在视频中抽丝剥茧 凸解了很多复杂的概念 有心理的小伙伴可以点开观看 这里就不多赘述了 项量检索 就是计算提问 Query和文档之间 余弦相似多的数值大小 这个值越大 说明越相似 这里如果设置了TopK的话 就是按于显相似度的大小排名 去前K名 全文检索 在这里又叫关键词检索 擅长处理精确匹配 适合那些需要找到的特定词语 技术术语或文件的场景 它能快速找到包含 确切关键词的内容 但不能理解其背后的含义 假设你在搜索一个特定产品型号 比如iPhone16 Pro 关键词检索会非常精准 直接找到包含iPhone16 Pro 这个确切词组的文档 这是向量检索 所难以做到的 因为它不会关注具体词汇的精确匹配 和前面的向量检索一样 也会计算搜索的关键词向量 和各个文档关键词向量的余弦相似度 数值越大 说明越相似 这种关键词检索 全文检索 并不是一般意义上 Ctrl加F关键词一致的检索方式 而是基于一种 PF IDF词频 逆文档频率的算法 这个算法用来衡量每个词 在文本中的重要性 针对每个文档和Query 各返回一个 关于关键词的高维度向量回来 再通过余弦相似度的公式 来计算相似程度 同样 如果这里设置了TopK的话 就是余弦相似度的大小排名 取前K名 有兴趣的话 可以参考我的另一个视频 里面会一步一步解释全文检索的全过程 包括对单词的评书的统计 文档的向量化 以及最后余弦相似度的计算 关键词检索和向量检索的处理角度不同 因此功能互补 限量检索根据语义匹配含义相似的段落非常强大 它对拼写错误同义词和错词差异不敏感 甚至能跨语言使用 而关键词检索则专注于找到特定重要的词 避免被向量检索忽略 混合检索就是同时使用向量和关键词两种方法 在Azure AI Search的文章中 混合检索就是这里的Hybrid 它的得分比单独用关键词检索和向量检索都高 尤其是加上Azure的Semantic Ranker重排序模型效果更佳 这里还有一个权重设置 其优先级的设定不是很重要 一会儿着重来讲一下这里的ReRank模型 相信你也发现了 不管是哪种检索方式 下面都会有一个ReRank模型的选项 刚才介绍了Azure的Semantic Ranker 就相当于之前我们设置Cohere的ReRank模型 接下来就来讲讲这个ReRank到底是做什么呢 重新排序ReRank是一种根据查询Query和文档的相关性打分 并进行排序的技术 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在检索系统中 更准确的排序返回的结果 尽管看起来与建议模型的余弦相似度计算类似 但两者的实现原理又明显不同 我们从结构上来说 双编码器模型采用的是Buy Encoder结构 通过两个神经网络分别生成查询和文档的向量表示 通常使用相同的网络架构 这里可以理解成 用同一个Embed模型来生成独立的向量 它的优势在于可以预先计算和索引文档的向量表示 查询时直接使用预先相似度来进行计算 从而极大提升速度 非常适合在大规模数据级上进行快速检索 然而由于文档信息被压缩成单一向量 查询时无法动态调整上下文 这种压缩可能导致信息丢失 从而影响检索精确度 而Rerag这种交叉编码器 Cross Encoder模型则不同 它将查询Query和文档合并后 输入同一个Transformer模型 通过深度交互生成更高质量的相关性评分 与Buy Encoder相比 Cross Encoder能够在具体查询的上下文下 重新分析文档内容 因此生成的相关性分数更为精确 然而这种模型在每次查询时都需要重新计算 因此速度较慢 不适合处理大规模数据集 在检索系统中通常会结合Buy Encoder和Cross Encoder的优点 以平衡速度与精度 比如二阶检索的这种设计 第一阶段是用Buy Encoder进行快速检索 筛选出与查询相关的后选文档 接着在第二阶段 用Cross Encoder对这些后选文档的相关性 进行更精确的评分 这种两段式方法既保证了检索效率 又提升了排序准确性 因此在RAG等检索系统中被广泛应用 最后我们将DeFi里的各种检索方法的设置和RAM工作流 以及稍微设置放在一起讲一下 首先是仅使用向量检索的情况 根据用户的查询Query 在知识库中进行向量检索 通过预先相似度排序 此处设置TopK等于3 即执取相似度最高的三个结果 TopK主要影响返回结构的数量和计算效率 较大的K会增加后选结果的多样性 但可能会降低整体的质量 第二种方法是在向量检索的基础上 添加了RAM模型 检索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与前面一致进行了向量检索 在第二阶段中 RAM模型对检索到的结果和Query进行相关性打分排序 此处同样设置了TopK等于3 但RAM模型将原本排名第五的文档评估至第二位 进度得到了提升 不过这只是举了一个例子 第三种方法是全文检索加RAM模型 与第二种方法类似 RAM模型再次用来优化第一阶段的检索结果 第四种是混合检索加RAM模型 第一阶段进行向量检索和全文检索 分别检索到了两个和三个相关文档 一共五个文档进入第二阶段RAM模型 进行相关性打分排序 在这里增加了ScoreThreshold参数 用于控制结果的质量下限 设置合理的预知 可以过滤掉低质量的后选项 并提升整体的准确性 在选择时 TopK参数优先考虑 预值参数可作为有用的补充机制 通过TopK和ScoreThreshold的组合 最终返回前两个高质量的结果 接下来在需要检索多个知识库时 结果的变化情况 我们先来看 对知识库A的混合检索其流程 与之前类似属于单一知识层级的重排序 变化的地方在于这里增加了知识库B 这里同样采用了混合检索 在第三阶段里 我们从知识库A中检索到三个结果 和从知识库B中检索到的四个结果 汇总在一起七个结果 这里涉及到之前在DeFi中 为第二大脑设置的召回设置中 选择RERAC模型 进行多知识层次重排序 最后对合并后的检索结果 进行一次多知识层次的RERAC处理 通过TopK和ScoreThreshold参数筛选 最终返回了四个最佳结果 相信现在大家对于DeFi 空间的RERAC系统理解 是不是加深了呢 简单就能添加的混合检索 和RERAC模型 能极大提升 检索结果的精度 我们当初构建的RERAC版第二大脑 早已超过了NaiveRAC的范畴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记得点赞关注 这些都是我持续创作的动力 我会带来更多有价值的原创内容 我是西岩 我们下期再见 我正在这里 一定是对这个 我觉得是对这个 我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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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一切